身長兩公尺的鱷魚 颱風天竟然逃家 嘉義就位網友波文 家門口水淹到腰部 讓鱷魚的池子門鎖鬆開了 結果他的鱷魚竟然就這樣游出去 他趕緊提醒左鄰右舍幫忙留意 所幸最後鱷魚可能是肚子餓了 自行游回來 四處也用牽狗繩 帶著鱷魚平安回家 結束這場離家禁魂祭 他平常就在一個密閉空間 颱風天不受控的 還不止嘉義的鱷魚 民眾行進屏東萬丹 發現路邊有上百隻鴨子 有的站上鴨寮屋頂 有的跑到路邊 有的甚至在馬路上逛大街 經過通知後 鴨農才把鴨子們一隻一隻帶回家 凱米颱風帶來強降雨 導致屏東溪水暴漲議題 強風暴雨毀損鴨寮為離 好多鴨子都離家出走 鴨農趁著風雨漸緩 攀著繩索下河床趕鴨上架 但也讓牠們損失慘重 類似情況也在雲林上演 鴨子泉源逃走中 村民們除了善後家園 還要捉鴨子 這件大火拿起網子捕撈 擔心鴨群不受控 乾脆裝進綠色塑膠袋 但村民們似乎見怪不怪 凱米錫臺重創中南部 各種動物離家出走 實在也苦了四足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在樹林上也被注射 通編